在广州亚运跆拳道这个项目为中华队夺得第二面金牌的魏晨阳 他是南投草屯人 上午一回家也受到乡亲热烈的欢迎 魏晨阳一回到南投草屯老家就受到热烈的欢迎 邻居们等我来分享他得到金牌的荣耀 年纪轻轻的只有18岁 目前就读台湾体院一年级的魏晨阳 在亚运跆拳道58公斤级男子组的决赛当中脱颖而出 相当的不简单 而从小出生在跆拳世家 父亲魏润贤是跆拳道八段的高手 一直都是亲自训练自己的儿子 一路走来低调培训才有今天这样的好成绩 魏晨阳在洋雏军事件发生后夺得金牌 他自己认为格外的珍贵 心情是有受到影响 但是还是要把它调整好 下午南投县长李朝青特别接近金牌选手 更期望他能够放眼2012夺下奥运金牌 来参加伦敦的奥运 这是我们大家的期待 魏晨阳原本在亚锦赛当中只得到银牌 一度让他陷入低潮 不过在家人鼓励下加紧苦练 亚运夺回金牌让家人振奋 周远偿的奥运锋 感谢观看